为什么到2022年了周杰伦还能上热搜 近日周杰伦再次登上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引发网友热议 已经忘了这是第几次看见这个 不出专辑净喝奶啥的墨镜大叔 出现在榜单上了 5月6日晚周杰伦在社交平台上 宣布三胎得女的消息 并暖心配文 言语兼满是在为人夫的喜悦 而首次公开了宝宝的正面照 可以看出宝宝的五官精致 完美继承了妈妈昆灵的高颜值 而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参差又进一步拉开 你的偶像周杰伦单身 你单身 你的偶像周杰伦恋爱 你单身 你的偶像周杰伦结婚 你单身 你的偶像周杰伦三胎 你还是单身 乍到谁了 我不说 早在今年1月份 昆灵官宣三胎时 网友们还纷纷表示不敢相信 调侃没等到周杰伦的新歌 竟然等到了三胎 而且本来周杰伦是想隐瞒到昆灵生产的 但随着老婆肚子越来越显形 网友从各种图片中扒出昆灵已似环育的细节 周杰伦这才大方承认 为了迎接这个孩子 一家人还专门准备了欢迎活动 真是仪式感满满 看来宠女狂魔周董又要上线了 还记得当周董被问到 女儿要是交男朋友 但是周杰伦的前世情人程一二 崔格小分队再添一圆 新专辑的事情也是又传来了好消息 5月3日周杰伦发文称 自己会在6、7月份发新专辑 怎么说呢 好消息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坏消息是没说哪一年 距离周董上一次发专辑 已经是在遥远的2016年了 众多粉丝等待新专辑 已经等了好久好久好久了 可是对于这次的消息 不少网友都表示 一婚男人的承诺不可信 毕竟从2017年开始 周董每年都会说一次 自己要发新专辑 间歇性的想起自己 还是一个歌手 可是5月12日 周杰伦在社交平台 晒出奶茶照片 并配文 歌在录音口会渴 回想起大女儿 海瑟薇出生的时候 周杰伦开心的发新歌庆祝 如今再次喜获公主 短水大师周杰伦 自然不会让小公主不高兴 而今摆着一堆奶茶录音 看来这新歌 是真的指日可待了 并且前不久周杰伦还po出新歌歌词 只有小巷走在沙漠 固执的尽头 才能长出场域要的花朵 这歌词还是熟悉的天王配方 是我们期待了这么久的结果啊 虽然新专辑还没有着落 但是周杰伦的道香 这几天也是诱惑了起来 说起道香这首歌 相信不少人都可以哼唱两句 不少网友也对这首歌 到底是不是为了 汶川地震而做起了争议 根据人物周刊的采访中 我们可以得知周杰伦写这首歌时 正是地震的时候 以连结跟他说 应该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教育 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 正好经济也不景气 上班族裁员一堆 所以周杰伦写下了这首有共鸣的歌曲 其实这个歌蛮大爱的 讲的东西蛮多 跟地震有关系 贫贫能上热搜的周杰伦 到底凭什么让跨越好几个年代的人 都对他如此的疯狂呢 除去周杰伦独特的唱功 他还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 都毫不掩饰作为中国人的 骄傲和自信的一个人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 滑流才是最厉害的 那一年江南style成为历史上 第一个互联网点击量 超过11次的视频 Tara的day by day席卷各大榜单 当时滑流基本就是在被 按在地上摩擦 周杰伦则用实际行动 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奔草纲目 青花词货原甲 一个个高质量作品接连出世 一个人就是千骏万马 作为明星 他懂得爱自己的国家 对他来说 爱国不是跟风 而是一种日常 还记得一位00后女生 之前在网上发了个帖子 询问周杰伦的唱话数据那么差 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那么难买 此话一出便引发热议 你可以说周杰伦胖 也可以说他更新慢 但绝不能说他没有粉丝 还记得那时候 仅用了四天的时间 周杰伦的排名 便从百名开外 以下越居榜首 甚至创下第一个 唱话热度破一的记录 由此还引来了人民日报的关注 果然好的偶像会发光 阿宁